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客户新闻,我是Cindy 目前国际冲突的发展仍旧仅仅牵动了全球的经济 而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势必是在通膨这个议题上 尤其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为全球重要的石油、化肥、小麦、涅汉铝的生产地 在冲突开始之后,原物料更是大幅度的飙涨 对于原本居高不下的通膨更是雪上加霜 而在油价大涨的情况下,就有利于电动车产业的发展 消费者从燃油车替换成电动车的需求量就提高了 这时候替代能源就成了不错的投资选择哦 跟随着节能减碳的趋势,不论是美国或是台湾 近年来都已经在大力的推动绿能建制 就像是北投图书馆或是高雄体育场 已经都是知名的绿建筑 整体来说在绿能产业的蓬勃发展下 对于除能的需求也会逐步的增加 而相关的建设也会同步的水涨船高 替代能源的长线发展空间就值得大家留意咯 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 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客新闻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